《爱情保卫战》 《情感导师》 《余季静》 《余老师》 欢迎余老师 《情感导师》 《严品红》 《严老师》 欢迎《严老师》 《情感导师》 《沙纳老师》 欢迎《沙纳老师》 《情感导师》 陆琪 陆老师 欢迎陆老师 来吧 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 请看 都要订婚了 他家却要20万 出不起就要和我分手 他对我弟弟和家人 一点也不好 现在连对我的好 可能都是假的 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 我真的很努力了 可是他满心都是他弟弟 不管我怎么做 他都觉得不够 作为姐姐 我只想我弟弟 可以开心一点 但他却不把我弟弟 当家人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呢 有请这对嘉宾 有请 杨先生24岁 来自重庆运营 邓女士25岁 来自重庆 人事 何请 欢迎两位 恋爱谈得不错 要结婚了 结果因为彩礼的事 女生要分手 你不愿意 对吧 对 怎么了 两个恋人就闹翻了 是这样的 那段时间嘛 我们不是要结婚了嘛 我们两家人 就在一起吃了个饭 那结果呢 他爸一来就说 要20万彩礼 然后其中10万 还要借给他弟弟 做生意用嘛 然后我们家里面 当时就心里不舒服了嘛 因为我们家里面 条件那也不是很好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爸就提了一嘴 我们就是要彩礼的事情 然后他妈就一上来 就说我们家卖规律的 然后我爸当时 听到就急了嘛 那肯定当时就说 非20万不嫁了嘛 我爸妈当时 拽着我跟我弟 就让我们走 但当时我没回去啊 当时我不是跟你回家了吗 是跟我回家了 那结果呢 但我跟你回家了 你当时什么态度啊 你从来都没有 对我那么凶过 拉着个脸 脖子都红了 跟我吵 我都没跟你吵 这样子 我跟他在一起 都两年多了嘛 我从来都没跟他翻过脸 也没跟他吵过架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嘛 我就皱着皱眉头 然后他就以为 我跟他吵架 然后他就走了 然后我心里想嘛 可能走就两三天 就回来了嘛 结果他一走 就是两个多月 然后这期间的话 我还跟他约了好多次 约他出来吃饭嘛 结果都不像以前那样的 是啊 我也觉得我们俩关系 不如以前那样了 在家这段时间 我也好好的思考了一下 我觉得我应该 找个什么样子男人呢 那就是对我好 对我家你好 他家里条件怎么样 我觉得都无所谓对吧 那你对我家好吗 你对我好吗你现在 你对我弟好吗 对我家好吗 那我对你家 怎么不好了吗 每一次 我在家里面做饭嘛 都会把他弟叫上 把我弟叫上很正常呀 我弟也不是天天有时间 他平时要上班呀 那一周叫个一两次 你也不情愿呢 你作为姐夫 做了顿饭吃 我弟来了 你还不高兴吗 哪也不高兴呢 那后面你弟不是 看上一双篮球鞋吗 限量版的 我还是给他买了呀 那结果你还说我不好 昨天是这样的 之前嘛 他弟在网上 看上一双篮球鞋嘛 限量版的 当时呢 他弟弟就让他 帮他抢一下后嘛 然后他对球鞋又不懂 然后就让我帮他抢 结果我一抢 运气比较好嘛 一抢就抢到了 五千八百八十块钱 那时候我两个月生活费 我二话没说 就帮他买了呀 你那叫二话没说吗 你天天在我屁股后面 念叨说 你弟那钱 什么时候还咱们呀 你作为姐夫 帮弟弟买双鞋 你还心不甘情不怨不乐意了 那我那叫天天说吗 我就那一次 跟你说的好不好 我就是说 这个鞋是送给你弟弟 还是你弟弟 把那个钱还给我们吗 那结果你说 送给你弟弟的 那我也没说什么呀 那后面基本上 每天下班 还要去做兼职 来维持每天的生活 你看让你买双鞋 你心不甘情不愿 是吧 那你就是我让你 帮我弟介绍份工作 结果呢 你工作介绍好了吗 那我是给弟弟找工作吗 你弟那个表现怎么样吗 开始他弟刚毕业 就让我帮他找工作嘛 我正好有一个朋友 创业开了一个公司嘛 就请我朋友 出来吃了个饭嘛 谈了一下 去他公司上班的事情嘛 结果谈成了嘛 然后就让他弟弟去上班了 然后最后呢 上了不到一个月 然后我朋友就来我这里 反映了好几次 他弟弟经常上班 迟到挖早退 一点都不积极工作 你还好意思说 我弟还跑来跟我哭 他从小到大 没受过这样的委屈 一直都是我照着他 结果到你那儿倒好 你让他跑到我这儿来哭 你知道这是他第一份工作 给他心里造成了 多大的一个创伤 你知道吗 那不是因为 你弟弟那天喝了酒 一回到公司 就找我朋友 吵起来的嘛 然后我朋友 一气之下 就把他给开了 然后我弟弟就回去给你哭 然后我也给你道歉了呀 结果你还不知足 然后我现在的话 我丢了一个十多年的朋友 打电话也不理我 我现在真的是里外不是人 我感觉 你那什么朋友啊 找份工作 他就把你杀了 那不联系也罢了呀 这样朋友可以不要啊 真的 那段时间我真的太难受了 是啊 还有不光是 让你找份工作的事情 还有呢 我让你到我们家来搬家 你也是 二话不说 直接走人 那不是我临时有事情吗 我也跟你说了呀 当时我们领导 突然给我打个电话来 工作上出了点小问题嘛 然后让我回去处理 不回去处理的话 就没工作了嘛 当时我也拿了五百块钱 让他找人来帮忙搬一下嘛 我家差那五百块钱嘛 我家不差那五百块钱 我想的就是吧 让他在我爸面前 好好表现一下 结果你倒好 不但不好好表现 直接还说让我弟弟搬 我弟他那么小 能搬重火吗 你觉得 那你弟弟搬一下怎么了嘛 都是二十好几的人了 对不对 让我家里面做点事情 我觉得没问题啊 我也不可能 为了搬家的事情 我工作除掉啊 你为我想一下呀 对不对 到你那儿 我弟就成了一个 干苦力活的剪破烂了 是吧 那怎么又剪破烂了嘛 你自己说怎么剪破烂了 你把你剩下的衣服 拿给我弟穿 我弟从来不穿 人家剩下的衣服 那怎么叫我剩下的衣服 那是因为我换了个工作嘛 需要穿职业装 我一想我那么多衣服 也穿不了 然后你弟弟也比较喜欢嘛 然后我就让你弟弟 来选了几件 你想着让他选 那你为什么不给他买呢 你作为姐夫 买两件衣服怎么了 这是两回事好不好 给弟弟买了衣服呀 买了不少衣服吧 这是你老公吗 不是 还没结婚 我们现在是分手的状态 确定没结婚啊 对 没结婚怎么就成了姐夫了呢 那他肯定要奔着 你一口一个就是 作为姐夫 作为姐夫 人家不是姐夫呀 那他肯定要奔着这方向去呀 为什么要奔着这方向去呢 他想要跟我 那也不是他弟 他想要跟我好 我对我弟好 我觉得他也应该对我弟好 那我听懂了 行 他们家是要20万的彩礼 对 怎么你刚才说的什么 10万块钱彩礼 10万块钱借给他弟做买卖 啥意思 我没听明白 是这样的 本来彩礼是10万块钱 然后让我们家借10万块钱 给他弟弟做生意 我爸当时是这样说的 然后后来呢 我们看着我们两家 闹得不愉快嘛 然后后来我爸给我发信息说 其实吧 这10万块钱要不要也没什么 就是想考验一下他们家 考验什么呢 看他们的态度 就是 什么态度呢 就是彩礼这件事上 是怎么看的 那证明什么态度呢 就是他也不能一上来 就说我们家那么难听的话吧 他也应该说 他给不起 那我们再商量一下 都对于绕着你们家转 等于说彩礼事情谈崩之后 你就觉得这个男人 不是你嫁的对象了 对吧 也不光是因为这个 我觉得他回家过后 就不一样了 就不像我以前认识的那样 他以前从来不会 对我那么凶 那他为什么会突然之间 对你那么凶 你没想象吗 我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 你还想复合啊 想复合 因为 因为他一直都两年多了嘛 那你那少爷小舅子你伺候得起吗 我觉得这个还可以商量啊 商量啥呀 因为 小舅子以后每个月要一双限量版的球鞋 您给吗 你不是每次都让他来呀 那根据我们家的条件 你要量力而行呢 对不对 那我说说我想跟他商量一下 你能量力而行吗 小舅子还会以后得罪你很多的好朋友 行吗 小舅子还没结婚呢 小舅子结婚的时候 女方也要采离 你帮着出吗 那我真的是想 因为在一起了两年的嘛 我是真的喜欢他 所以说我想跟他和好 但是 你确定你真的喜欢他吗 是真的 那你也真的喜欢他弟吗 如果说小的事情还比较喜欢 大的事情的话可能 你确定你要娶的 仅仅是这个女人 不是说把他和他弟一起娶回家是吧 不是 好 他只娶你不娶你弟行吗 本来就是娶我呀 不娶你弟行吗 我没让他娶我弟啊 你确定啊 嗯 那那十万块钱不给可以吗 可以啊 那那篮球鞋的钱能还回来吗 那能让你弟到他朋友那个公司 给人道个歉吗 那 可以吗 那这个看着 到底是不是我弟的不对了 你弟还有什么对的吗 接着我还问你 你爱这个男人吗 我之前就觉得他 你曾经爱过他吗 爱过 我之前觉得他 撒谎 挺好的 一个女人爱一个男人 他有能力花五百块钱 去帮你们家搬家 让他轻松下来 你不 你让他搬 为什么你让你弟搬的时候 你心就那么疼啊 为什么他搬你就不心 我又不是天天让他搬 你也不是天天让你弟搬呢 你爱过他吗 吃死你了是吧 你不就要带着弟弟出嫁吗 你愿意去可以取啊 问题人家现在还不嫁了呢 人家姑娘也非常明确 要找一个对我们家好 对我弟好的男人 其实说白了就这样嘛 因为彩礼的谈判 把一个非常明显的 伏地模的身份 再次地给树立了起来 小伙子还说 因为我爱你 我愿意都接受 女生可说了 你对我不好 对我弟不好 我还真不嫁呢 你就真舍得呀 我就是看到他对我好 所以才选得跟他在一起 可是他对你好就行了 你非要求他对你弟好 这事有点过吧 我对我弟好 然后他也应该像我一样 凭什么呀 因为我爱我弟呀 他也应该爱我弟 他只爱你呀 他没有义我爱你弟呀 你爱他父母吗 那他爱他父母 那我会跟着他 一起爱他父母 确定哈 那人家父母拿不出那些彩礼钱 为啥就这样了 那当时还不是因为在饭桌上 我爸妈也跟我 你要爱他的父母 你站出来说话呀 那当时他妈妈那样说了 第一句话就说 你父母的话也不好听啊 哥 我也生气 十万彩礼没问题 再拿十万块钱来 我们家儿子要做买卖 你得借给我们 彩礼的事情可以商量嘛 但他们不是商量的 你们家没让商量 你们家除了彩礼 不是还有弟弟的十万的吗 反正我爸说了可以商量 你爸说可以商量 不是你呀 所以我跟你之所以这么矫情 我想告诉你的 试试 这小子挺不容易的 我希望你能珍惜他 别动不动就要分手 别就觉得自己了不得了 了不起了 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意思你要考虑一下 你们组建的家庭 是属于你和他的家庭 任何影响到你们家庭的 都应该排在次要位置上 我只想给你矫情出这两点 其他的你就听听老师们 怎么帮你们分析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两位啊 我再界定一下 就是你们私下里商定的彩礼是十万 对不对 对 对后面我爸妈跟我说了嘛 那十万块钱可以给不给都行 那天吃饭 一下子临时要二十万 你知道这事吗 不是 最开始就他们不知道 就直接说到二十万 就私下没有商量 直接就一上来就说二十万 是这个意思吗 对 我个人认为这样 如果说要彩礼 最好是你们俩之间要去协商 父母一旦说出口了 这个事情啊 就很难但往回收了 让父母在那去试探 这个结果可想而知的 这个试探就一定是失败的 所以你们俩之间 这个问题没有沟通好 这是第一 第二 明明是你俩的这个感情 但是我听到一个词 听得我都听不下去了 弟弟弟弟弟 所以这个关系就很畸形了 你知道吗 所以有些东西吧 我们必须得界定清楚 感情就是感情 就是你俩的事 可以对弟弟好 但是如果你们俩在 谈感情的过程当中 张嘴闭嘴弟弟 那一定是错误的 你这么爱你的弟弟 你觉得对弟弟有好处吗 好像我听了 这边是二十来岁 你弟弟也二十来岁了 同样搬一个家 干一个活 他能干 弟弟不能干 都是男人 有什么区别吗 如果你这样的话 包括是买鞋 包括介绍工作 喝酒 你溺爱弟弟 是对弟弟的害呀 他享受了 不该他这个年龄 和身份享受的东西 那对他来讲 就得不配位 对他没有好处 还有 在你们俩的关系当中 包括你爸爸 所谓的试探 有点高高在上了 在你们俩感情当中 我反正至少在 今天现场 我没听到 你怎么对他好 都是你的男朋友 对你们家 对你 对你弟弟怎么好 好了 我们现在说男生 问你一个问题 即使所谓的未来小舅子 出了一些问题 即使有时候女朋友任性 但最终道歉的都是你 对不对 对 这一次 他的父亲试探你 触动了你的底线 但是求和的还是你 对不对 对 为什么你有这样的处境 从之前的点点地当中 你也在培养出 你们这样相处的模式 一个愿打 一个愿爱也可以 但是现在你承受不了了 你现在就承受不了了 你怎么敢说 你对未来还能承受得了呢 所以你今天的这个行为 你以为这就是对方的爱 不是 一个道理 你觉得他对他弟弟 是怎样溺爱的 你现在也是在溺爱的 你的女朋友 你的付出是一种压抑 你现在快乐吗 不快乐 你爱他但你不快乐 你的不快乐 还能承受多久 如果你俩的模式不改 即使结了婚 都得离婚 所以我希望 你们能够尽快调整 要不然就赶紧分开 好 谢谢余老师 袁老师 我想先从婚姻观谈起啊 女生 就我们为什么要结婚 你想过吗 在你刚才所有描述的逻辑当中 你之所以结婚 是因为需要一个男人 对我好 对我的家好 对我的弟弟好 听我的话 而我们都知道 婚姻是要成家 成什么家呢 成立一个小家庭 你们两个人的家 所以婚姻中这个关系 就出现了排序的问题 第一位是我们的小家庭 第二位才是 我们的小家庭稳定 我们有能力的时候 去照顾我的大家庭 而在女生的婚姻观里 是乱的 你把你的大家庭 放在了第一位 小家庭 我估计连第二位都不到 就是我大家庭 你照顾不好 咱小家庭也不能要 所以在这个观念上 你本身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所以不是遇到了他 你遇到谁 你现在都找不到 一个好的方式 和对方去结合 所以你要想成家 先把自己的婚姻观 排列顺序捋清楚 否则没有人敢娶你 万事都是把弟弟 放在前头 你的丈夫放在后头 你的丈夫的家庭 放在更厚厚厚的厚的 看不见的后头 没人敢娶你 第二个谈谈什么是爱 且不说你对他的爱了 我也没听到啊 我就全听到了 你对你弟的爱 但有时候爱错了 是毒药哦 你弟弟那么大了 二十多岁 为什么会在单位 跟人吵架被人开掉 这难道不是一个信号吗 难道没有给你提醒吗 你这个弟弟也出了问题啊 一个二十多岁小伙子 在搬家的时候 肩不能扛手不能拎 得靠什么未来的姐夫 为什么 因为你们给他爱的方式 让他认为 他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 谁都应该关注我 应该照顾我的情绪 照顾我的身体 我不应该付出 你们都应该对我好 爱错的结果 也是会让你爱的那个人 最后受伤害 第三个 我们在情感和关系中 是有界限的 是有底线的 这个我就要说男生了 你的底线 找不到 没有 去买五千多的鞋 给他弟弟 你在纵容他 你爱他的时候 你考虑过自己 有没有能力吗 在你这儿是一本 糊涂账啊 你无条件地听穷 他所有的要求 雷就在后头啊 总有一天会爆 女生就更别说了 你这个爱的界限 完全没边了 只想从这个男生身上索取 最后只能是 把他越炸越堪 最后他就走了 所以当我们把三种状态 都捋清楚的时候 你们自然就知道 对方适不适合自己 所以男生我觉得 你也别这么强奴着了啊 放松吧 能干啥咱干啥 不能干的 咱就歇歇 希望你们都能轻松 谢谢 谢谢严老师 大大老师 我对女生对男生的感情态度 我觉得就六个字 欺负人不尊重 你说你爸去试探他们家 都已经到了 双方父母见面这一步了 还需要去试探吗 你难道不知道 他的家庭条件是什么样的吗 你们两个人谈恋爱的两年里 你不知道他们家 到底能不能拿得出来 这二十万吗 你没有私下跟你爸 聊过他的家庭情况吗 你不会觉得这样 对他和他的妈妈来说 是会难堪的吗 这叫试探吗 这就是诚心脚黄啊 所以我不知道 你爸妈是真实的心态 是什么样 到底是希望你嫁 还是不嫁 反正在我看来 这不是一个嫁的态度 第二点 你肯定觉得爱屋即屋是对的 而且一定要要求你的丈夫 对你爱屋即屋 对吧 可是凭什么 爱屋即屋是什么 我爱你 爱你的家人 但是我爱你的家人的前提 是你对我怎么样 如果你都不爱我 不尊重我 看不起我 瞧不起我的话 我凭什么要对你的家人好 所以我觉得你欺负人 你说 弟弟是你们家的掌上明珠 你从小罩着她 全家人都宠着她 所以未来的姐夫 也一定要这样 可是你姐都不爱我 对我不好 我凭什么罩着你家的掌上明珠啊 我凭什么用我两个月的生活费 给她买一双鞋呀 你想过她这两个月 吃什么喝什么吗 所以她在你心里 在你眼里 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我不懂 最后 我讲一个小故事 讲给你听的 一个挺无聊的故事 但是我觉得这话 说给你挺有用的 就是说 一个男生和女生吵架了 这个女朋友 是一个特别作的一个人 这男生吵完架之后 怎么哄他都哄不好了 就要分手 然后这女生就说 好 未来一百天 你每天都来到我家楼下 站一个小时 坚持一百天 我就跟你和好 这男生说 好 我同意 他一直坚持了九十九天 最后第一百天 他没来 你知道这男生 是怎么说的吗 他说 九十九天 我每天都来 代表我对你曾经的爱 和我的诚意 但最后第一百天 我不能再来 因为那是我的尊严 我觉得 你应该向这个故事里的 男生学习 谢谢 谢谢莎娜老师 姑娘 我问你个问题 你家人是不是一直在跟你灌输一种 以你的条件嫁给他 其实嫁亏了 嫁给另一个更好的人 可能对你弟弟更好一点 有 有 你诚恳的 对 我想提一个关键词 叫家庭价值观 我们一般情况下都说 结婚的时候要看个人价值观怎么样 但我必须要提出 个人价值观是从家庭价值观中延伸出来的 所以一个家庭价值观是怎么样的 往往会让自己的子女变成什么样的价值观 那么像你的全家 这种叫集全家之力宠一个人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摧毁式的爱 它不只摧毁你弟弟 也摧毁了你 它不只改变了你弟弟的价值观 也改变了你的价值观 你弟弟现在是不是干啥啥不行 是不是将来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不用回答我 你自己想就行 你弟弟他的价值观是什么 可以靠你们吗 可以靠姐吗 可以靠爹妈吗 反正我姐以后再嫁一个姐夫 还可以靠姐夫吗 价值观已经被改变了 你的价值观也被改变了 你的未来就是要对弟弟好的 你的未来就是要被弟弟依靠的 你没有独立的未来 这一路下来其实我挺 我不叫心疼你吧 我挺为你遗憾的 因为你不知不觉中 你已经被自己这个家庭的价值观 给摧毁和改变了 这个男生就想跟你谈一段 很正常的恋爱 就是爱情的那种恋爱 它是不涉及物质的 其实你也不涉及物质 但是你的家庭希望它涉及物质 你爹妈要给你弟弟找安全感 所以他要改变你 要让你去照顾你弟弟 你说一个正常男孩 为什么要姐姐去照顾他吗 他是不是应该各自过得很好 相互照应吗 对吧 没有 为什么 你爹妈明白吗 这种爱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 所以希望你能嫁个人 在他们眼里更好的人 姑娘 今天我这句话如果点醒了你 你真的好好想一想 自己这个爱弟弟这个行为 对不对 真的好好想想你爹妈 让你做这样的事情 对不对 对错 是自己的价值观 你要养成自我的东西 最后 我要跟你说 我觉得你是很不错的 但是我们做人一定要有底线 爱不能蒙蔽我们的眼睛 爱是要有节制的 就这样 谢谢 谢谢陆琪老师 女生哭了啊 你可以明白 为什么南方的父母一听这个 就说是卖闺女 这个行为的背后 其实不就是让儿子 享受一个更好的空间吗 这个陆琪老师 已经做了一个深刻的分析 你能觉醒吗 你可能知道 但是觉醒太难了 你一选择什么样的生活 你就坚定地去走 你是要自己的幸福 还是要把你的幸福 跟所有人绑在一起 你考虑清楚 好吧 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点 我觉得吧 我们两个还是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不是说的挺好了吗 冷静一段时间 你出来干嘛呀 我还是想跟他在一起 行吧 我们谢谢你 请 来了解下一队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在一起三年呢 本应该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 他为什么每天都躲着我 他每天都要掌控我的一切动态 我觉得他根本没有把我当男朋友看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着想啊 为什么他现在越来越疏远了我 如果他还是这样每天把他的思想强加给我 我觉得我俩也没有排下去的必要了 有请这对嘉宾有请 小胡24岁来自重庆工人 有请小胡 小刘26岁来自重庆公司前台 欢迎两位哈 女生今天实际上面是为了第六感而来的 觉得男生想离开 想把这事问清楚是吗 是的 是想离开他吗 对啊 因为现在他感觉跟开始不一样了嘛 什么都管着我 但我很压抑的那种 什么事都管着您让你觉得压抑呢 比如我刚开始在南京那边 读完大学在那边找的工作嘛 他在重庆的 然后我想着一定恋的话 可能就是太多矛盾 那我正好问一下 你们俩谈了要谈多久 两年多要接近三年了 那是在大学期间谈的对吗 对 我那时候是在上大学 我不是回重庆嘛 回重庆然后做兼职的时候 就到他们公司去了认识 你家是重庆的 对 就毕业之后要在南京工作 后来他让你回去 你就回去了 对 他也没让我回去 他觉得我在这边也挺好的嘛 但是我觉得的话 我还是想跟他在一起 然后我就回重庆了 回重庆了 然后也没找到工作嘛 然后他说他们的朋友 在工地上做施工员 让我去找他 然后我就去工地上班 烫了差不多十来天吧 然后他就不让我干了 说什么工作累 时间太长什么的 然后就不让我再来干了 就不是心疼你吗 怕你累着呀 因为我心疼他 对吧 他工地上天天加班熬夜什么的 然后他在工地上还受伤了 也不告诉我 在工地上受点伤也正常啊 然后他就不让我上班 然后我就给他说 受伤哪里正常啊 你受伤了之后 回到家养伤不好吗 那可可胖胖 在工地上是难免的嘛 对不对 那我也给他说了 我说我一边上班 然后再慢慢找工作嘛 他就说没有钱的话 就找他要嘛 然后我想着 因为在大学的时候 他在上班呢 他就说我没什么钱 然后每次过来玩什么的 都是他给的钱 然后他也不让我给 你刚大学毕业没什么钱 那我心想我工作几年了 那我不想 那也有稳定的工作 给你一点钱 有什么不对吗 反正他就是每一次 都让我付嘛 比如说就喝点奶 吃什么的也没多少钱嘛 他也就拦着 然后我就感觉我一拦着嘛 就那种 理解 理解 然后我就说我边找工作 边工作嘛 然后他直接就给他们朋友说 因为是他们朋友介绍的 他就给他们朋友说 别让我在那里干了 让我自己去接工资 然后就不让我做了 他替你做主 把他介绍那份工作给辞了 是这意思吧 对 辞了之后 我就去做霍拉拉了 做霍拉拉不是需要买车嘛 然后需要首付一万块 我找朋友借一万块钱 然后我就去跑霍拉拉了 然后他就是 那我有钱 我给你钱 你去跑霍拉拉 他就是不要给我输这个钱 因为我想到大学都是用他的钱 我已经毕业了 我有自己的想法嘛 嗯嗯嗯 然后我就自己找朋友 借了这个钱 然后我自己就去跑车了 我跑车的时候 然后他也问我的情况嘛 问我每天干什么累不累 然后又问我 你找了多少钱什么的 然后因为跑霍拉拉 他是平台订单嘛 刚开始跑 没经验什么的 然后就跑得不怎么好嘛 才干了半个来月嘛 然后他又不让我干了 那你跟我说了 你接不到单对吧 然后又跑霍拉拉搬货这些 我心疼他 我就说你别跑了吧 就回来吧 这样不好吗 那我不说了 再坚持坚持嘛 这个东西他本来就是慢慢来 那不是赚不到钱嘛 你坚持有什么用 赚不到钱的事 他就直接就 因为我找朋友接着嘛 他也认识 然后找朋友把这个首付的钱 他就直接就给我还上了 还上了他就回来 他就给我说 他说这个钱你还给我 相当于是找我要这个钱的嘛 我那时候也没什么钱 我就直接把这个车卖了还给他了 那我让你还钱是你觉得我给你钱 你心疼非常的在意 让我让你把钱给我 就让你不要 女生通过债务转移的方式 然后就逼着男生把这车卖了 是这个意思吧 就是为了还他钱嘛 然后就把车卖了 那这钱也不让你找去还我呀 我也没有给你期限对吧 什么时候给我就可以 那我怎么想着 我欠着你钱的嘛 那你找我也要还了嘛 还了 还了 我把车卖了 然后就把钱还给他了 然后我就也是找工作状态嘛 然后他又给我找了一个工作 然后就是说 他看他们朋友在卖那个一次性用品 然后就让我去干嘛 然后说也不累 也能赚到钱 然后我也就去了 去了之后 每天就是跑销售嘛 然后他下了班他也会去 因为我也不懂嘛 也没他做得好 后来就变成他在跑了 然后我就只负责送货了 那是因为我你工作几年了 有经验嘛 然后再加上我 朋友不是做这个嘛 做挺好的 然后我向我朋友去日记 给你找工作商 找销路 那我后来做着做着 然后他就 为了让你省事 我做得不对吗难道 那我做着做着 然后他就把这些东西 就又给他们朋友做了 然后那我也没东西送了 那我不是看这市场 已经饱和了吗 我把这个市场卖给我朋友 我朋友还给我钱对吧 那我赚的钱 我想跟你赚的不一样吗 我们俩还分谁吗 行行 这女孩真是还挺厉害 然后呢 你是想干啥 还是他有给你安排的 这我就不想让他安排了呗 然后我就只有自己找工作了 我就觉得开滴滴还可以嘛 就去开滴滴了嘛 然后我也是开了三个月 三个月的时间 其实都还挺好的 因为下班这些也比较准时嘛 然后就回来陪他什么的 然后三个月之后 可以就是跑深夜服务了嘛 就是可以跑到晚上凌晨三四点钟左右 他就不耐烦了 然后就不想让我做这个 说这个时间长晚上不能陪他 不是因为 12点钟还在跑 你白天跑不好吗 那白天就堵车 单子也比较少啊 他根本就不了解这里面的事 晚上他不堵车 而且接到单 他也是大单 我自己跑得也比较清楚了 后来因为他就给我打电话嘛 十几分钟就有个电话 问我到哪里了 还有多几回来呀 那我不关心你吗 我打电话是不关心你啊 又得接乘客打电话 他这样子搞得我 没法专心工作 然后又每天他又吵啊 到后来我太烦了嘛 然后把这个车 就还给公司了呗 那你现在干啥啊 他现在也没工作 你还是我养着他的 那我自己做监制就行 我觉得我也没做错了对吧 他工作上的事 都是我帮他打点的 我们先不论对错姑娘 你这样累不累啊 谁让你打点啊 那他是我的男朋友吗 不是 你觉得这个男人能力行不行啊 我觉得他挺行的呀 他是大学生嘛 但是我自己有自己的规划和想法 但是 我自己 你别说话 他行吗 我觉得他可以的 可以的 你老管他干嘛呀 那不是我想为他省点心吗 你女朋友是不是在生活里也这么管你 对啊 他 他应该是事无巨细都管你吧 对 他的穿着打扮是他的品位还是你的品位 今天是我给他打扮 那是今天吗 那平常也不是你准备的吗 平常都是他准备的 平常都是他准备的 对啊 就得按他的要求来是吧 对 然后他觉得下雨嘛 就不能穿短裤 然后我就下雨 那不是他看你娘着吗 他就是 他就是 他就是这个样子 咬命这个 那我有做错吗 我没错呀 是是是是 我问你几个问题可以吗 你以前结过婚吗 没有 你是不是特别想当妈妈 我是挺喜欢小孩子的 挺喜欢小孩子的 是不是特别想当妈妈 我按我的想法来打扮一个孩子 我按我一个想法让一个孩子成长 是这样吗 没有 哦 你看中那臭小子什么了 他就听我话嘛 然后还有就 平时对我也挺好的 我觉得他挺不错的 也是爱我的嘛 哦 那我没想到我们俩竟然会 这样冷战怎么的 特别伤我心 行 那我现在还不是想和好嘛 就他离我越来越远了 就他现在这个样子 我感觉和好了 还不是以后要吵架 我也挺奇怪的 如果你真的想干的话 你完全可以再干嘛 那他闹我啊 那你就让他闹着呗 闹闹不就闹没劲了吗 他经常这个样子管着我 我受不了了 不自在 对啊 就比如说我打个游戏吧 然后他随机匹配的 然后有女生 他也要怪我 就在 那你打游戏 你和男生打游戏 不要吗 为什么非要跟女生打游戏 那我肯定 那匹配的事情 我谁说的怎么 那作为女生 做你女朋友 那我肯定是要自说的 好好好 丫头以前谈过恋爱吗 跟他之前 谈过但都不怎么样 你为什么分开啊 都 反正也没他这么听话嘛 就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我感觉我 不能 不能控制在我范围内 然后我就觉得 哎呀你这个字 他不爱我 然后我觉得他特别爱我嘛 就特别听我话 我觉得他是爱我的 就是能控制在你的 控制范围内的人 对你来说就是爱 是这意思吗 嗯 我就 待遇你别想 他不出去工作 天天待在家里 你养活他可不可以 那我养活他也没事啊 我有稳定工作嘛 然后我不希望他出去太累了 哎呀 多幸福啊 有人养你了 对啊 朋友爷爷他都是这样说啊 他说你女朋友多好啊 这么照顾你 对啊你朋友都觉得我很好 那你觉得我哪里不好了 那这放在别人身上 别人也是不了啊 我是谈恋爱的嘛 我也不是给自己找了个妈对吧 这些事情真的让我明白明白 理解了理解了 男朋友说我是找了个小妈 小妈说我有什么错啊 因为我爱你 所以我把我最好的都给你了 对不对 对 你看看 这可咋整了 来各位老师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姑娘 你对你男朋友好 你希望他听你的 你付出很多 但现在我假设一下 现在不让你付出了 你什么感觉 就感觉身边空落落的了 空落落的 然后你为他做事情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 有存在感觉 所以付出呢 其实也是一种爱的表达 他同样也得付出啊 假设反过来 你这个男朋友 什么都听你的 最后呢 干脆不上班了 过几年以后 他什么都不会了 他基本的素质 慢慢的就被你给退化了 如果你不能工作了 或者赚不了那么多钱的时候 比如你在养孩子的时候 他是承担不了家庭负担 你再让他出去 他出去不了了 他这埋怨你说 你当初不让我工作的 你当初不让我干的 那个时候你想想 你的付出 就已经不是快乐本身了 那就是累了 还有 想过没有 他走路你替他走了 吃饭你替他吃了 最后呢 他就变成一个某人 从行为上来讲 看似你对他很好 比当妈还当妈 但是你这种行为 就让他变得不快乐 我也没想那么多 他要体验人生 体验失败 去尝试 但是那个过程也很美好 就像刚才你说的 你的付出 其实也很快乐 你也让他去付出 还有一个 男人对于事业的价值感 其实比女人还要强 一旦这个男人 在事业上没有什么价值感了 无所作为了 这个男人就废掉了 他的自信心全都没有了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小伙子 他的这种反抗是对的 我支持他的反抗 你这种软控制是很麻烦的 其实你当妈的话 最终你得希望这孩子 长大成人能够自立啊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有些基本的事 基本的体验 基本的思考 你得在尊重的基础上 去放开 让他去体验人生 这才是一个最基本的尊重 如果连尊重都没有了 那哪来谈的爱呀 明白了 你再给小伙子 再提醒一下 你的反抗 在这个层面上 不能手软 要不然你就把自己给废了 所以说你有了你真正的自己 才能有你们俩的感情 好吧 好 谢谢余老师 余老师 我觉得这个女生 她真的就是想把她废掉武功 是 翅膀一硬就给你打折了 对吧 这工地上辛苦不能去 开车辛苦不能去 你要长本事 在工地上成了一把好手 就不听话了 我需要你的付出就是 听话 对 听话就是你最大的付出 女生所有的恋爱的逻辑 全是这样的 就是你希望她完全的听你的 天凉了 你就得多穿 下雨天 不能穿短裤 有一种冷叫妈妈说冷 你的整个恋爱的逻辑就是这样的 为什么以前谈恋爱不成功啊 因为人家都不听话 或者说正常的成年的男人 是不会按照你的意志去听你的话的 如果真的照你说的那样完全听你的 那叫不正常 这个男生我觉得他挺老实挺实在的 他其实愿意去和你协商 或者愿意顺着你的想法来 但是他也是一个正常人啊 他想要正常的生活 正常的在事业中感受到的快乐 我希望你真的去认真地想一想 你对他的爱 是所谓的爱吗 还是只是想自私的占有 你像我们做妈妈的 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啊 因为我夏天怕吹空调啊 就夜里时候我会关空调的 我觉得吹风会感冒 会生病 所以我也不让我儿子开空调 后来发现真的不是啊 人家是真的热啊 人家真的需要空调 因为他是他 你是你 这是两个独立的个体 所以我都经常要反思 我不能按照我的想法去带孩子 更别说面对一个男人了 你永远要记住女生 我们有我们自己世界的精彩 而两个人在一起 我们有我们两个人的精彩 但是他也有属于他的精彩 你不能剥夺了他的精彩 那最后你就只能是被放弃 男生我想说的是 为什么你到今天开始反抗了 但我依然觉得 你反抗的力度很小 因为你一而再再而三的低头 所以造成了他也越来越认为 你就应该听我管啊 所以我劝你真的不能再软弱了 这样下去对你不好 对他也不好 他也认为自己就是全能的 我找一个男人就应该找听我的 他不说他会改了吗 他以前他就说我改我改 就这样 你俩之间 你指望他改 我觉得很难 首先你要自己调动自己的能力 他才有可能改变 所以你们在一起前提是 男生现在必须站起来了 不要以爱的名义 被对方裹挟 好吗 好 谢谢 希望你们都成长 刚才有一句话 突然惊得我抬头看了 这女孩一眼 她说 我养着她就行了呀 我这女人太厉害了 所以也是通过这句话 我突然觉得 你可能内心深处 是看不起她的 因为你觉得她干啥啥不成 你最后转来转去到头来 还是得靠我养着 这可能是你那些深处的浅台词 有一段话我说给你听 想要毁掉一段关系 那么在这段关系当中 拼命付出就可以了 你是一直在你们两个人 这段关系当中拼命在付出 所有人都会站在你这边帮你说话 你看她找了一个多好的女朋友 对你这么好你还不知足 而你因为付出了 所以你也有机会站在高台上 觉得我手握话语权 我更有权利掌控你了 我为你的付出那么多了 我说什么你不得听我的吗 其实压根你的付出是因为爱吗 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爱 但是慢慢的就变成 一发不可收拾的控制 一直活在自我感动当中 你可能觉得全世界没有 再比你能爱她的女人了 你可能觉得这辈子她 再也碰不到像你这样爱她的女人了 我告诉你 下一个一定比你爱她 因为这个爱是在对方心中的感受 不是自我的感动 我们往往都会觉得 我很爱很爱一个人 可是对方无动于衷 那对不起 这份爱就没有价值 所以说想要毁掉一段关系 拼命付出就够了 那男生我觉得你身上也有问题 因为在一开始你是享受到了 他对你这种好给你带来的一种舒适感 你也是沉浸其中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觉得你受不了 喘不过来的气 OK 没问题 这是你对自己人生的另外一种选择 或者负责任 那也要好好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对她说声感谢 然后再说再见 谢谢 谢谢沙大老师 东齐老师 赶紧跑 我说真的赶紧跑 你哪有对她好过吗 她所有的努力都被你摧毁了 她人生走出了任何一步的努力 全部被你摧毁了 你为什么要去摧毁她 很简单 你要控制她 你要把她绑在身边 你要满足你内心扭曲的安全感 反反复复的不是一次啊 你但凡一工作 但凡一赚钱 马上给你辞掉 让你把车卖掉 她不是想要 分分钟就给你弄成这样 你不要去给她找任何的借口 她的目标是什么 不就是把你绑回她身边 养着你吗 龙中鸟吗 金丝雀吗 你所谓的付出 都不是真的为一个人好 什么叫为一个人好 很简单 这个人是应该有自己的事业的 这个人是应该有自己成就的 你也说过她是个大学生 一个大学生 到最后 就是让你养在身边吗 我可以养着她 是这样吗 姑娘 你在摧毁她的人生 没有任何一种善意 是建立在摧毁对方所有的努力之上的 不要假接爱的名义 来满足你自己内心的空洞 赶紧跑吧 不要让自己的人生白费 就这样 谢谢陆琪老师 我听你就在想 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啊 她那几招我觉得特别好化解 她说不要这个人了 我去老板 我真的想干好这个活 你别听她说 我就在您这儿干 是方法吧 第二 她把给朋友的钱还了 我再去借嘛 我再开我的火啦啦 行不行 对吧 我是觉得人生最重要的是独立 自主 而不是依赖 这样不好姑娘 你快把她毁了 如果你真爱她 你竟然就放手 不能再这样 人和人是平等的 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听闻老师 各位老师说的 其实我 现在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嘛 我会学着放手的 但我还是特别舍不得 我可以给你机会 让你出去闯一下 但是你别离开我行吗 我不想离开你 你给我有个机会 不可以吗 我现在改我 改掉我这个坏习惯 我不想离开你 那你确定你会改吗 因为前面你也说了很多次啊 你每一次你都是说的要改 要改吗 然后你也没有去说呀 你说的我都会改 老师他们说的我也会改 我就知道错了现在 然后我就现在就求你别离开我 可以吗 好 好 时间到啊 谢谢两位的分享 请回吧 谢谢你们 我们的眼睛里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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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唯一 官方报名热线是022 23606 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我们来看看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请开门 cohete 做这个傻事了好吗 好 请离场谢谢 接下来又请我们老师进入到 青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鲜机 有网友提问说 我们刚结婚一年 婆婆总是话里话外的催生 但是我工作上刚有起步 现在生孩子肯定会影响到工作发展 但我也开不了口 跟婆婆直接拒绝他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生孩子这件事 除了女人自己愿意 别人说什么都是没用的 所以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催去吧 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